嗨 各位車友大家好 我是李漢老師 我現在在自我介紹 我現在在吃的這個東西 是我每次練車玩都有可能會吃的東西 因為我很常去彰化練車嘛 之前還有車友很好笑問我說 你是不是住在彰化 沒有老師住在台北 老師只不過很常去彰化練習 OK 因為老師要去找蔡晨陽學習對吧 蔡晨陽在彰化嘛 老師就要去彰化找他 那剛好老師也是雲林人 老師是雲林縣園長鄉人 所以我每一次去彰化的時候 我就回雲林老家住 那我雲林老家開車過去西湖大概半個小時30分鐘 所以我就覺得這是非常好的一個行程對不對 我剛好還可以回家鄉然後 又可以去練車 然後住在那裡又可以省住宿費對不對 是吧 所以就是一舉數得啦 那這裡就是雲林北港的一間店 它的牌子你有沒有看到我那個後方 我的右後方那個黃色的牌子 它叫廟邊阿布島 廟邊阿布島 廟邊阿布島 阿布島 知道齁 那我就點了它的焢肉飯 魷魚 然後頭髓湯 是吧 還有一個乳小腸 你看我現在吃那個魷魚 你看魷魚那個wasabi 喔 魷魚那個wasabi蠻辣的 你看我 有沒有被那個嗆到 嗆得蠻爽的 因為有時候那個wasabi還沒什麼味道 有些啦 但是它wasabi蠻有那個味道 我蠻喜歡的 有沒有我整個臉就紅了 我蠻喜歡那種就是有嗆起來的感覺 那還有它有租場 它有租場 然後我剛吃的那個頭髓 就是有些人不太敢吃啦 有些人不太敢吃 然後你看我身上的衣服也都是我太太幫我買的 boy 是不是 London boy 倫敦南海 OK 之後我可能要去倫敦啦 OK 哈哈 哇這個還不錯吃啦 這個 這個比較特別的是 可能現在是疫情的關係啦 所以現在 大家吃飯都是用紙盒裝 就沒有用就是一般的盤子 它可能要洗 會有感染的風險 所以現在可能都紙盒 然後這裡的空洞飯比較特別的是 它空洞飯不是滷的很軟爛那種 它是滷那種 我現在吃豬腸 一樣它豬腸也不是很軟爛那種 它那裡滷的就不是很軟爛那種 都是有點QQ的 所以它的控肉也是有點QQ的 然後它的豬腸也是有點QQ的 然後它的豬腸也是有點QQ的 但是味道都不錯 都鹹甜鹹甜鹹香鹹香的 都很不錯 像我是很愛吃魷魚啊 因為那個低脂肪嘛高蛋白嘛對不對 因為我們要控制體重嘛對不對 而且因為我們練車練很多啦 那一天都練到真的超累 其實這樣吃應該都不是什麼太大的問題啦 我可以跟各位車友預告一下 我那一天就吃了四樣 這是第一間 那等一下影片裡面會有第二間 然後下一支影片會有第三間 就是在這個晚餐吃的 我總共吃了四攤 這樣會很誇張嗎 應該還好吧 我覺得我真的算蠻會吃的 我真的算蠻會吃的 所以如果我沒有在運動的時候 我吃東西真的都要蠻克制的 不然如果以我這個食量 我的體重真的很容易往上飆 那是因為我真的 有在運動啦 運動量都還蠻大的 因為我平常不是 就是可能賽車嘛 賽車可能兩個禮拜一次 然後一次可能是兩天這樣子 然後我們兩天都練 練可能每天都練一百多圈 兩天合起來應該現在都是 250圈起跳 應該是這樣子 然後 再來就是 回去健身嘛對不對 健身 然後打拳 我最近還很愛做一個 我很愛做瑜伽 你看我真的是很會吃耶 一直吃一直吃 然後現在開始要喝這個湯了 這個湯啊 就是這個頭髓湯應該是我喝過最好喝的 它是香菇頭髓湯 所以它的你看我的表情是不是很滿足 它的那個湯頭很鮮甜 因為不然以前頭髓湯它那個頭髓都會有一個 腥味還是什麼 然後本來想說 因為它可能是香菇 可能壓不住那個腥味 可能我本來就預計它可能會有點那種內臟的味道 可是沒想到它的湯完全沒這個味道 超級好喝 然後像我是個人是很愛喝湯的啦 我只是跟各位講就是 如果你真的要減重的話 記得就是少喝湯 多喝水 少喝湯 因為湯的熱量會比較高一點 我也是那一天有練車才會喝湯啦 OK 那特別是濃湯可能稍微閃一下會比較好 OK 你看吃光光了 完全吃光光 是不是 不錯啊要離開前拍一下 這叫廟邊阿不倒 廟邊阿不倒啊 OK 你看我講台語是不是也算是 蠻親切的對吧 因為我真的小時候在雲林 那個叫什麼 生長過嗎 是嗎 生活過 哈哈哈哈 在雲林生活過 所以雲林講話都有個腔 有時候我去買東西阿 我就有那個腔 人家就會覺得 我很親切 像我們那邊都會講說什麼 不進何夕 就會這樣 不進何夕 就會有那個Q阿 就會有那個Q阿 雖然我不知道這是屬於可能山線還是海線 我不瞭解 那我現在你知道我現在在講什麼嗎 我現在介紹說我為什麼想播吃播 是因為我之前有一次去彰化練車 然後離開西湖的時候 經過那個彰化室 我就下去找東西吃 然後我就吃了一個控肉飯 後來因為控肉飯沒吃飽 因為我一開始去只先叫滷肉飯 我應該連控肉飯一起叫的 我想說我吃完滷肉飯再吃控肉飯 結果控肉飯被點完了 我就覺得很不滿足 配完那些菜以後 我就再去找一家咖哩飯 然後吃完咖哩飯以後 我後來又想說 那附近好熱鬧 我又去繞一下 然後一繞一下以後 又再看到一間 哇怎麼那麼多人在排隊 吃的是什麼蘿蔔糕啊 什麼豬心湯 那我真的沒有抵抗力 我對內臟真的沒抵抗力 所以我就想說 我來錄一遍這種就是 吃播的這種內容 然後跟各位車友分享一下 那剛好那一天真的很蠢啊 我那個上 我這個是第一天晚上 那我有帶麥克風去 我有帶收音設備去 結果我的收音設備忘記丟在賽車場 然後我隔天去賽車場的時候 有這個收音設備嘛 那我要上去那個 西湖賽車場樓上那個咖啡 Coffee Adigo Coffee Adigo 吃東西 我想說 我這時候有麥克風可以錄 結果 我真的是 豬腦 隔行如隔山啊 真的是豬腦 我那個收音的那個孔啊 插手機應該是插三環的嘛 結果我不知道 我還是插那個二環的 結果收的音就很爛 因為我就把它放在包包裡面 然後因為它無線的嘛 然後但實際上它是用手機在收音 而不是用無線麥克風在收音 因為我那個線插錯了 你知道嗎 因為你那個線插的要插三孔的 才有辦法轉接到手機 三環的啦 然後我那個兩環的那個是不行的 你看不是忘記帶 不然就收音有問題 你看這兩部直播影片就這樣被我毀了 真的是非常的抱歉 那現在進入到第二家 第二家這是北港鴨灯 我那一天都在北港吃 都在北港的那個廟口 北港媽祖廟 那邊有一個廟賓阿布豆 我本來是要吃秋月料理的啦 我每次都去吃秋月料理 只不過那一天我去可能稍微有點晚 秋月料理關了 然後我就再往前走 就去吃廟賓阿布豆 大概走個十公尺這樣子 然後吃完以後 我本來開車要走了 然後看到這個鴨鴨灯有開 我就又來吃了 我自從上次去彰化吃了三樣 控肉飯 然後又配一堆菜一堆湯 完了以後又咖哩飯 然後完了以後又吃炸蘿蔔糕 然後人生豬心湯 這樣完了以後 真的是太飽了 我覺得這太飽有一個原因 是因為我都吃鹹的 我應該要吃甜的 也就是最後可能ending 用甜的來ending 就像你看今天 我ending就用甜的來ending 這個就perfect了 對不對 各位車友 你覺得我講的有沒有道理 所以我應該是前面吃鹹的 完了以後 我後面來吃甜的 這樣是不是就沒有問題了 對不對 是不是 是不是 然後各位車友可以照我的推薦來吃 好嗎 我等一下 把那個什麼 那個資訊 放在那個 那個什麼 說明欄下方 還是你們自己可以去找 阿布豆 然後北港原載湯 這個其實很好認 應該不用老師放了吧 對不對 現在大家Google能力 應該都比老師還強 老師真的是 有點蠢 好 那就這樣了 謝謝各位車友 阿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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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布